台湾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 11月底投书党的媒体表示 一向反对台独并支持久而共识 对于徐旭东反对台独的表态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7号强调 这是很正确的态度 台湾现行所谓限制规定 也不允许台独 马英九7号参加2021第19届远见高峰会 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也同样受邀参加 针对徐旭东反对台独的表态 马英九表示赞同 此外 马英九在论坛致辞中还表示 过去五年 民进党当局处理两岸事务 看起来并没有太大发展的空间 把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摆一边 搞了半天还是一事无成 值得关注的是 在该论坛 多位岛内专家学者就中美关系 以及台海局势发言时 都对台湾面临的处境表达担忧并提出警告 台湾方面陆委会前主委苏奇指出 台独不可能有希望 台海地区的实力已经倾斜 美国根本来不及所谓救台湾 他强调美国也没有说替台湾打仗 蔡英文跟美国的合作 基本上是要维持台湾支持者的士气 对于大格局没有帮助